大家捧场老登开讲 今天继续开讲 小黄叔啊 现在看不能继续往下讲了 因为台湾的出版社呢 给我来信 是不让我继续讲了 因为涉及到版权的问题 我是原来以为我没有照着稿读就可以啊 只是我不读稿子 我就可以讲一讲 那出版社说当然也不可以 因为剧透这本书的剧情 把这个情节都剧透出来 可能以后影响到这个书的销售 那出版方呢就有意见 就不让我讲了 那我只能是不讲了 希望大家谅解啊 这个出版方啊 不让我讲小黄叔 共产党呢不让我爆料 我这个有网频道 现在看就得关了 哎呀上几下呀 这也不容易啊 做个视频节目也不容易 干什么容易都不容易 爆料人呢 国内的跟我恢复了联系 没有太多的东西啊 一会儿我再讲 习派这个老王呢 涵养很好 尽管被我拉黑了 我这个视频里呢 也是骂了他一顿 但是他这个是很有涵养 还在换了一个号 跟我继续联系 他这次说呢 你要爆料 可不可以也平衡一下啊 爆我给你提供的 就他给我提供的料啊 他讲了几个事 习什么能连任的啊 这就不说了啊 他说了一个 他说了一下唐山事件 尽管是 我觉得啊 是不是歪曲事实 我还是想呢 把他说的老王说的 唐山事件呢 跟大家讲一下 是不是唐山事件呢 中共以后会这样宣传 就是转换口径 替打人者辩白 是不是以后他没有这样 去做这个唐山事件的舆论导向 我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老王说的那唐山事件 那四个女孩 被打的女孩 没有死亡的啊 这老王说的啊 都是就是受伤了 他说这四个女孩呢 都是KTV的这个陪偿的小姐 这是老王说的啊 这个我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说他们是什么 唐山一号公馆的陪偿小姐 说他们被打了以后呢 马上呢 他们唐山一号公馆的老板 带着人赶过来支援 说把打人者呢 也打了 所以说那个打人的那个领头的那个甲荷地 去医院验伤嘛 搞了一个什么中级伤啊 他说那现在是打人的 这伙人这几个被抓了 说KTV老板的那些打手呢 参与打架的 也赶到现场打架的 也被抓了 他说现在这个事呢 就不太好处理啊 就是现在就这么压下来 把这个事 因为涉及到这几个女孩的身份 涉及到这个KTV老板 带一帮人过来斗殴啊 就是现在这个案子就不太好结啊 就是他说的啊 这个情况就这样 这叫什么 顾望言之 顾望听之 大家鉴别啊 供大家参考 这个会不会是下一段 中共歪曲唐山事件的这个事实的啊 一个一种说法啊 提前揭露 供大家参考 我的这个爆料人呢 在刘文喜被杀以后啊 沉寂了几天 今天早上呢 刚刚又跟我联系 他谈到了李克强呢 去福建啊 去福建考察 在福建呢 主持召开东南几个经济强省的会议 主题呢 还是抓经济 爆料人说啊 他说实际上李克强 已经公开回应了 习下礼上啊 他在街上跟群众接触的时候 李克强公开说啊 我们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啊 一步一步来 一定会达到目的 他说这就是李克强公开在回应 习下礼上 爆料人也提到了河南的银行事件 他提到了这些储户呢 在抗议示威中 这些储户在那高喊 李克强查河南 他说这件事情本身呢 他们没有说习近平查河南 这些储户们呢 在那这个受害者们 在那喊啊 没有呼唤习近平啊 呼唤李克强啊 查河南 这本身就说明 习下礼上运动 在民间呢 已经是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连老百姓现在都知道 要找谁来查河南了 他说李克强呢 已经是听到了民众的这个呼声啊 在李克强的直接指示下河南银监局 就是管银行的啊 已经是下了通知了 赔偿这些储户的损失啊 由于银监局出面 就是把这些储户的存款呢 还给这些储户 报道人说啊 这既是储户们抗争的 勇敢抗争的胜利啊 也是习下礼上的胜利 报道人还谈到了安倍被刺的这个事件啊 他也谈到了啊 国内的这些粉红们的这个民意的 这个这种反应啊 他说非常不理性啊 他说让大家知道呢 这种不理性啊 是完全由悬传口来引导的 如果官方不让你说啊 那秒杉你那些东西都贴不出来的啊 还是悬传口的这些混蛋 在引导这种反日的 反制的这种言论 这种舆论 这个舆论呢 传在国际上 就是引来了国际舆论的谴责 这习近平呢 才出面发了个验电啊 还附属了彭丽媛啊 公开是彭丽媛教授 实际上是羞辱安倍夫人啊 安倍夫人不是教授 那你看我老婆这就是教授啊 他这种做法啊 本身就很让人恶心 让人不齿 因为这个事情 爆料人说呢 李克强又补发了一份验电 本来是习近平发一份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这个事啊 李克强又补发了一份验电 不是为了说跟习近平变苗头啊 只是为了平息呢 日本官方和民间舆论的这种怨气 爆料人谈到了前几天 北京市啊 公布的这个疫苗令 就是北京卫健委公布的 一定要打疫苗才能去那些公共场所 群众呢 反应很大 也跟国务院公布的那个久不准的向冲突啊 说被李克强的直接退翻啊 北京卫健委主任呢 被国务院内部通报批评 北京市呢 不得已是更改了这个疫苗令 报道人说呢 这也是习下礼上的啊 一个名证 报道人还提到啊 这王小洪上任不到十天啊 就下手暗杀刘文系 王小洪呢 现在在高层 已经成为众师之地啊 他说习啊 现在只能依靠 定学祥和王小洪 这次习去香港 还带着王小洪 他说王小洪 现在就像呢 薄熙来的王立军一样 他说将来啊 这常委们元老们 拿下了王小洪 就像当时拿下了王立军 接着就 薄熙来就倒台了一样 拿下王小洪 就是习近平倒台的那一天 以上这些信息呢 就是报道人早晨跟我联系的 提供了这些啊 供大家参考 现在这个爆料来源呢 有点越来越多元化 我昨天呢 还收到了一个自称是啊 是中央军委的一个军官的来信 他抖出了啊 爆出了很多军中的内幕啊 尤其是军队高层的内幕啊 我正在整理 以后专做一期啊 把这个军队的这一 他报给我的这些军队高层的内幕 专做一期呢 我再讲给大家 根据军委的这个军官的这个爆料啊 就是一言以蔽之啊 就是军队的高层没有谁支持细胞了 他说军队的高层呢 早就有表态啊 就是谁上台 我们就支持谁啊 不会忠于个人 这个军官跟我说啊 他说外界一直说军队是习近平连任的保障 他说这句话纯属是扯淡 说都是他们不了解军队的情况 他说军队的高层啊 他说没有谁是习的人 他说包子这个这几年这些胡折腾啊 他军队是丧尽了军心 大家的背后都在骂包子 都盼着他早点下台 这个军官呢 他提到了两个细节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 可以提前讲给大家 他说习近平提拔这些高级军官 没什么章法 也没什么考察 他提到了说提拔李作成 现在军委什么联合参谋部的那个参谋长 总总参谋长 他说这李作成这个人呢 他说就是一个草包 这个军官的原话是说李作成是救回打麻将 说李作成是一撇过屎一肚子屁 说他什么什么也不是一个人 说李作成当时接到一个通知 说这个习近平要召见他 说李作成当时很害怕 这什么事是以为要拿下他呢 这个是不是原来这些贪腐什么受贿 出事了 吓得不行 这个去见了才知道要提拔他当总参谋长 当总参谋长是怎么点到他了呢 是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就打越南他参加了立过特等功 包子看简历的时候就是看谁打过仗 谁立过功就提拔谁 没有什么章法 所以因为这个被提拔的呢 还有一个叫做刘振利的 也是立过一等功 打越南的时候 两山战役的时候 刘振利立过一等功 包子一看这个简历上有这个 这个大案里有这有这一条啊 马上就任定刘振利为陆军总司令 他说这些人呢 跟包子都没有什么渊源 绝对不是什么包子的人啊 现在说军队没什么山头了 什么像原来什么三野四野的忠于谁啊 没有什么对个人的这种绝对的忠诚 而且这些人呢 还都瞧不起包子 除了这个军委的这个军官啊 我还收到一位 国内一个私募基金 一个老总的一个信息 我们联系上了啊 聊的挺热乎 这个私募基金这个老板呢 是号称中国的巴菲特 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他是掌握几百亿美金的资金啊 几千亿人民币 他就问我一件事 他说行下礼上这个事啊 是不是真的 因为涉及到呢 他下一步的事业的布局 他说这几年呢 这个细胞的瞎折腾 这个国内的政策环境方方面面 他说都每况愈下 他现在就想离开中国 他原来想把他公司的总部 迁到新加坡去 他考察了以后呢 没有看中新加坡 又去日本啊 他去东京什么 见什么孙正义啊 这个去日本接触了一些金融界的人士 他决定呢 把事业的根据地 从中国啊 挪到东京去 挪到日本去 那他也听说了 这个习下礼上啊 这个事情啊 他说他 也是很受恐怖 主要是想直接联系我啊 就是打听一下这个事情是到底是真是假啊 就涉及到他到底要搬不搬 他说如果真的是习下礼上啊 他就不挪了 他就不动了 我就跟他说呀 我说我只是传声统啊 我既不是什么习下礼上的决策人啊 甚至我都不是参与者啊 我呢 是难以断定最后的结局啊 我说我一定要跟你说实话 我只是呢 在扮演我的角色而已 我这个传声统的角色 被当枪使的这个角色而已 我说我给不了你什么最终的很明确的答案 我说我不能害你啊 我不能骗你啊 对不对 但是我说我跟你说呢 习下不下礼上不上啊 你该怎么做呢 你就怎么做 我说我曾经有一个明年呢 就是中国的事情无解 大乱而终 古话说 威邦不拘嘛 我说你就该走啊 就走你了啊 他听我这么说呢 连声道谢 正像我跟这位什么中国巴佩特所说的啊 习下不下礼上不上 我们这个老百姓啊 还得过我们的平常日子 我还是跟大家说啊 大家是能走则走啊 不能走则忍 忍不了怎么办呢 那就上来看老灯开奖 我们一起穷欢乐 就是苦中作乐了 洗下礼上 民心所向 泽粉丝 来 我 有 我 有